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 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还有人记得王杰吗 二十年前 王杰是乐坛成纪念 压四大天王的绝对一哥 他是和梅艳芳张国荣并列的超级偶像 有人说 要不是王杰被人毒哑了嗓子 四大天王都没有出头之日 王杰的人生有哪些大喜大悲呢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关于王杰的这一生 忠实的歌迷朋友们都有所了解 王杰有过两段婚姻 无奈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难免给自己造成心理上的负担 但他们也各自拥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也勉强算是儿女双全了 可惜的是全都形同陌路 虽然王杰19岁就已经结婚 奈何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半年左右 王杰的起点不低 他的父母都是邵氏著名的演员 从三岁起他就在片场当童星 杨国鬼太监 红西关 回马小天使等多部影片 但后来他的妈妈太想红了 拍了限制级电影 于是在他12岁的时候 父母分手了 王杰跟着父亲 父亲把他塞进寄宿学校 随后就不管他了 连学费都不给 王杰不得不打零工攒学费 他不明白 为什么家里三个孩子 唯独他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个 他在学校很孤独 交不到朋友 晚上对着墙壁自言自语 后来 学校和孤儿院举行了联谊活动 他触景生情躲在角落里大哭 写下人生第一首歌 娃娃在哭了 14岁的时候 王杰喜欢上一个女孩 女孩倪称安妮 有小儿麻痹症 在学校也被很多人嫌弃 两颗同样孤独的心 越走越近 然而没过多久 安妮在放暑假的时候出了车祸 王杰14年来 唯一一点光亮也被夺走了 他痛不欲生地写下安妮 17岁 王杰中学毕业 母亲依旧没有找她的意思 王杰就收拾行李来台湾 主动找母亲 有一天晚上 他看到一个帮会的成员欺负一个女孩子 于是仗义出手 两人在一间小旅馆度过一夜 这个女孩就是王杰的第一任妻子 生下女儿时 王杰才19岁 他连买酸奶的100块都是借的 王杰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母女俩 后来王杰打听到 在台湾服兵役满三年可以拿到当地户口 于是他去服兵役 临走前把妻女托付给母亲 一个没钱没技术没资源的22岁穷小子 拿什么养活三岁的女儿呢 拿命 王杰一天打四份工 计程车司机 服务员 酒吧助唱歌手 油漆工 保安 摩托车杂技演员 几乎你能想象的底层工种 王杰都做过 他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他租了一间逼则潮湿的小房子 隔壁住着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老婆婆 每天晚上砸墙 大喊大叫 女儿吓得睡不着觉 王杰就把女儿搂在怀里 捂着女儿的耳朵 心里又愧疚又愤怒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女儿住上大房子 这是1988年 王杰人生中最窘迫的一年 有一次女儿发烧 他找朋友借钱 朋友把200块台币扔在地上让他捡 王杰低头捡了 拳头捏得铁紧 这是他第一次那么想要揍人 作为一个男人 他咽不下这口气 但作为一个父亲 只要为了女儿 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女俩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 女儿饿得面黄肌瘦 有一次 王杰的口袋只剩下买一碗面的钱 他把面一分为二 女儿吃大的 他自己吃小的 女儿把卤蛋拨到他碗里说 爸爸我们一人一半吧 你一口回一口 你先吃 一旁的老板都忍不住泪崩 后来王杰一分钱也没了 他去餐厅点了一些吃的 坐在旁边看着女儿吃完 然后支开女儿 自己趁店员不注意 夺路而逃 他在前面跑 店员在后面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王杰的电影 至尊无上二 永霸天下 里面父女见面的场面十分感人 像极了当初 王杰和女儿为了生存 经历的艰难岁月 片中饰演王杰女儿的演员 叫陈卓心 当年还是同性的她 一场哭戏 就可以秒杀如今的小鲜肉 王杰最怕的不是警察 而是怕被女儿看见 看见爸爸像个贼一样 被喊打喊骂 不 他就是个贼 后来命运终于眷顾了他 唱作人李寿泉路过酒吧时 被王杰忧郁的嗓音吸引 于是签下了他 第一张专辑 一场游戏一场梦制作完成后 李寿泉给了他一笔定金 王杰用胶带把钱一圈一圈 缠在手上 带着女儿去吃他最想吃的牛排 但当女儿知道一块牛排要800块后 他突然不愿意吃了 说服王杰去买90块的牛排 王杰又哭又笑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王杰的时代正式来临 三年过后 王杰再回到家里 发现妻子已经走了 一再逼问之下 母亲才支支吾吾地道出真相 为了维持生计 母亲经常带醉醺醺的男人回来 让妻子接待 妻子不堪其辱 即使许多年后 王杰功成名就找到了前妻的住处 恳请原谅 得到的也只是冷冰冰的一句话 你我此生永不相见 前妻早已对他恨之入骨 王杰与第二任妻子台湾模特莫启文 在1993年4月结婚 育有一子王成元 但1997年就离婚了 当时王成元5岁 父子后来几乎没有再见面 和王杰离婚后 莫启文一直待在加拿大 从没公开露过面 王杰说是因为自己投资失败 第二任妻子就与他离婚了 据说 莫启文和王杰离婚后 几乎榨干王杰所有家产 王杰自第二段婚姻离婚后 为何一直单身呢 王杰说 自己对感情已经怕了 我有时候认识新的女孩子 会想一想 她到底是喜欢我 还是喜欢我的钱 我会有一种恐惧 慢慢往后退 但我相信 我应该早晚还是会碰到 那个属于我的 有缘分的人 据说 王杰跟他儿子和女儿的关系 都一般 王小翠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妈妈段安琪 在王杰事业有成后 王杰为了让王小翠有更好的发展 就把王小翠送到了加拿大 后来随着王杰与莫启文的结婚 王杰天真的以为 他给小翠找了一个好妈妈 但不料婚后 第二任妻子与女儿相处得很糟糕 甚至 莫启文更换了家门钥匙 令小翠回不了家 以至于在外面流浪了一两年 这件事 王杰当时竟然毫不知情 也只是很多年后才偶知内情 虽然这些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王小翠也已经嫁为人妻 有了儿子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父女两人同甘共苦了很多年 如果王杰能在喜得贵子或者再婚之后 给予王小翠更多的关心和疼爱 就不会发生莫启文换门锁 导致女儿两年流浪在外的经历了吧 这难免给曾经的王小翠 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 王杰与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结婚后 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王成元 1997年 王杰与莫启文离婚后 孩子判给了莫启文 并下令王杰终生不允许接近王成元 对于这个儿子 王杰也颇为无奈 想他了却又不能接近他 只能远远地看着 后来 王杰写了一首歌 如果我老了 你还爱不爱我 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想念之情 小时候的王成元 在巨星王杰的影响下 各种装备简直足以秒杀当今的部分富二代了 如今 王成元也是名校毕业 不知道王成元在音乐方面 有没有遗传王杰的特点 同一个父亲 同样是富二代的女儿和儿子 享受的生活条件却是如此的不同 在王杰事业的低谷时期 有无良媒体曾暴露他赌博 酗旧 还编造谎言说他的儿女都不认他 相信那个时候的王杰 应该是最痛苦的 好在事实证明 王小翠不仅不是媒体口中所说的那样 反而对王杰是极其理解和孝顺的 王小翠品学兼优 一直住在加拿大的他毕业后 本来可以找一份舒适的工作 可是为了王杰 他选择了当空姐 而且他也亲口说过 选择当空姐的目的 就是为了飞香港时多看看爸爸 而王成元 华丽出生 享受着跟王小翠完全不同的优越条件 同父不同命 相信在王杰心里最愧疚的应该是王小翠吧 毕竟 这辈子王小翠没有拥有过母爱 如今 王杰身材严重发福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估计无法跟小鲜肉们抗衡了 独自走在街头看面包的王杰 好让人心疼 令人莫名的心酸 但他动人的嗓音和浪子般的不羁形象 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他独特的嗓音和唱法 至今无人能比 他的歌到现在KTV里还循环被播放着 即使现在的他逐渐发福 却依然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浪子 希望他和他的儿子和女儿能够修复关系 重归于好 祝他余生幸福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 请按赞鼓励一下吧 还有 别忘了订阅黄金年代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请不吝点赞鼓励